兄弟们昨天我们又是三战三截 在这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早上美之年也是双喜临门 包括说我们讲的几个故事 西甲这边降白马这边 阿尔梅利亚在主场从未有过好成绩 那么降白马之间的感情就是 我在让你在主场足够的开心 还有黄马这边的一个双方握手 当然AC米兰这边的恩怨情仇 咱们也是讲的清清楚楚 对于这样的比赛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点个赞吧 关注一波 今天然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希望我们周末的成绩能够继续 第一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因为早上看美之年的一个缘故 之后的比赛我们来进行分享一下 第一场比赛二支的东京FC对阵大百干巴 对于东京FC来说 近期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 双方握手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大百干巴这边呢 其实我觉得状态更加好一点 这场比赛开个22分钟或11分钟 或者两分钟 第二场比赛西角的赫塔飞对阵马洛卡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赫塔飞的一个整体状态 我觉得没有马洛卡这边好 虽然赫塔飞这边是主场作战 但是两个球队都无欲无球 这场比赛看看两分钟或者12分钟 或者11分钟 我觉得马洛卡在课程还是会表现一定的成绩的 第三场比赛瑞典超的哈马比对阵天狼星 其实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实力方面哈马比 包括哈马比也是老牌的一个球队了 天狼星这边大家听说过 而且这个球队也比较强 我觉得双方握手就是直接握手跟间接握手 我觉得直接握手的可能性大一点 这场比赛看看11分钟或者22分钟或者21分钟 第四场比赛英贯的立志连对着南岸普顿 其实双方在英贯的时候是遇到过 这场比赛对两个球队来说都很关键 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南岸普顿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他更想回去那个印钞吧 这场比赛看了12分钟或者13分钟或者11分钟 然后第五场比赛西甲的 那个拉斯帕尔玛斯对着阿拉维斯 其实按照整体的状态来讲 阿拉维斯这边状态更好一点 但是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两个球队都无依无求 没必要双方大动干戈 这场比赛看看0分钟或者11分钟或者2分钟 最后一场比赛西甲的维哥赛尔玛斯对着巴伦西亚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双方的一个状态来说 肯定是巴伦西亚这边好一点 而且这场比赛历史的一个排名 也是巴伦西亚这边比较优秀一点 因此这场比赛看看1分钟或者12分钟或者11分钟 哪个巴伦西亚会给到大家一个惊喜 然后最后一场比赛 瑞典超的瓦斯特拉斯对阵布鲁玛波尔卡 对这场比赛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奇怪 就是目前的积分排名可能是布鲁玛这边更加好一点 但是因为竹对主场的关系 然后瓦斯特拉斯这边对吧 主任给到了一个支持成果 我觉得对这样的比赛来说 主场又是布鲁玛斯 这样比赛看看21分钟或20分钟 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好的一个成绩吧 拜拜 拜拜